你好,中美爭霸 这部片播出是1月8日的,大家好 最近美国局势的变化都挺大的 尤其是爱博斯坦案的很多名单都弹了出来 爱博斯坦案,大家在这个节目里也说过很多次 爱博斯坦是一个富豪,他经营了一个小岛去经营技宅 很多有钱人去的 上次讲到会不会牵涉到特朗普呢 现在看来的情况,对特朗普是极之有利的 那这个预示什么呢,一会想跟大家说 除了这件事之外,也想说美国经济情况 还有我想提提朝鲜和韩国的半岛问题 一会想讨论一下 好,那我们先入正题先,请大家订阅 何志刚有仇必记的频道,分享,留言,赞好 还有按铃铃铃的 请你们每一天的12点钟或者晚上的时候 看看有什么影片出 我们上周五的财经揭露,就用过这个图 他就说,这个飞龙大超雨期 即飞龙的就业 新增就业人口就有21.6万 即是说,美国现在经济呢 其实我不在里面住,我不知道好不好 有时候你看这些影片,看到美式海海管 有很多手足冲进去店铺抢东西 这个是一个现象 但我永远呢 核子摸杖 喂,那我杖的尾就是一条东西 但杖的脚就很硬 一滴东西 杖的鼻子 一条水喉 很长的,很灵活 很远的 明不明呢 你见到一些现象 美国佬很多财 美国的境内 那是不是美国只有这么坏的东西呢? 又不一定 我们要公平一点说 现在呢 美国说经济不是那么差 在五厘半息的环境里面 经济是不差 那这个会不会 代表着一个真的数据呢? 我觉得都不是一定真的 但这个是代表着 联储局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就是联储局的意思就是 喂 其实我经济都没去到衰退啊 我为什么要减息啊 这个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 看来 在一个财经里面说 就是一个叫一月效应 一月摆出来的样子 美国是今年 不想减息的 就是一个 暂时看到的迹象了 但是呢 我的partner 江志瑜是 沈阵营的沈大师的粉丝啦 沈阵营就预测 三月呢 美国经济会爆煲 这样 老实实一句呢 美国经济 爆不爆煲我真的不知道的喔 是不是啊 现在你这样的款 你说这一刻 经济好 这一刻 有新增就业 有很多人口 有21万 失业率呢 基本上就没有提升到 这样将会公布的了 迟少少 那就是说 没有东西咯 不用减息咯 甚至有理由加息咯 我不知道加不加啦 是不是啊 就算保持现在这个5.5厘 不动 去到大选前 都可以的嘛 但是当然啦 沈阵营就说 哎 可能会爆煲 那些人传他爆煲 我没见到 我怎么知道真还是假 是不是啊 总之 有些人就说 哎呀 爆煲完就减了 三月 这样 万一这个是假消息 传说三月爆煲 最后没爆 一直都不减 我假设 我觉得有可能加的 我仍然认为有可能加的 待会再说 但是说 喂 万一 他不 不 不减 那就继续5厘半 去到 今年11月 哇 那也很大事啦 是不是 香港楼市 死定了 如果5厘半 熬到今年全年 是不是啊 但是 加息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原因呢 就因为这条 混蛋 我们星期五呢 财经记录都有说他的 所谓楼神 赵国雄 赵国雄呢 是长实 卖楼部的 经理啦 就是主管啦 那条全家产呢 一直呢 是推销楼的 那现在呢 他呢 说话极之良薄 因为呢 他都卖了不少纳米楼 也都很多人 是因为他的推销 就买了一手楼 但是买完楼之后呢 现在他跟香港的这些业主说 喂 虚两三成 就卖了去咯 打把咯 这个 这个是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香港 我认为啦 我认为 赵国雄是代表着某一些势力啦 就是DJB 或者是有个角 有个尾那些东西 有条尾有个角 那些东西 那些势力 现在呢 那些势力呢 很想逼香港这些小业主 刑命 你 就 你早一两年前 买了楼的话 现在虚了两三成 你最好就打了把虚啦 那样 如果有大批这些小业主 这样沽难香港的市 那这个金融战呢 一定就 代表着要打下去的了 要逼死香港的楼市 要多些了 是不是 那问题就是 你赵国雄这个人 为什么 我认为 那个外部势力 要叫他出来说这些东西呢 但是其实 这条龟公呢 他是 卖一手楼的嘛 他推销一手楼的嘛 他为什么要站出来 去踩楼市一脚呢 如果你这样说 哎呀 早一两年 在他手上 卖完楼 买入楼的楼 你叫他 现在 涉样二三成都要沽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很仆仆的楼市 但也都是代表着 那个外部势力 一定要在香港打金融战 如果要在香港或者在中国那边打金融战的话 美国是不是应该要加息呢 哎 如果不是这条人 在今年年尾 在去年年尾 或者今年年头 二三年的年尾 二四年的年头 为什么 一定要踩死楼市呢 我说 你卖楼的人 为什么要踩死楼市呢 因为后面 可股势力 要他一定出来说这些东西嘛 代表金融战要继续打下去嘛 如果金融战打下去的 那就是现在五厘半 这个息 就是美国五厘半这个息 可能对金融战不够费啦 要继续加上去 才够威力啦 当然啦 大家说 加息这个东西 或者不加 这个呢 两个可能性都有 我不要咬死说 一定加的 不加都死的啦 但是呢 如果人家 摆明要打金融战 我觉得加是不出奇啦 这个是我的立场啦 那你今年三月 会不会爆煲要减呢 传而已嘛 人家传你就相信 沈阵营说你就相信 我不会那么容易相信啊 是不是啊 人家要打金融战 这么快告诉你 三月就要爆煲 爆煲是很突然的嘛 你沈阵营预测到 那你当年2008年9月 你沈阵营预测到 2008年9月有金融海啸啊 瞧 所以呢 要爆煲呢 不是你猜可以猜到的 你猜到就不准了 所以我不信会爆 三月 如果三月不爆 那就是不会减 不会减 至少 我觉得 维持这个颜色 去到年尾 甚至有可能加 这个我仍然保留我的立场 这件事呢 我先说了这么多 南北韩那边 朝鲜半岛那边 现在呢 我估计都是 如果要打仗是年尾的 我个人认为 因为呢 其实 在这一刻离岸呢 大陆呢 在香港美立23条呢 他真的不愿意动手打台湾 因为香港太多汉奸 香港人金融中心对大陆太重要 香港是大陆的离岸中心 等于美国 的伦敦 美国将美元的离岸中心 放在伦敦里面 大陆呢 也都将他的离岸中心呢 就不是摆那么远了 放在香港 香港呢 一定要保持一国两制的 因为和大陆不同 大陆呢 不会那么容易搞自由兑换啊 啊 但是问题就是说 喂 香港是离岸中心而已 但是里面太多鬼 太多外部势力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大陆呢 基本上呢 是想呢 香港立了二十三条 有什么人有事呢 立刻有法律可以抓 啊 你从事间谍活动的 我有间谍 反间谍的法例 去抓你们这帮契弟 呃 邓炳强甚至说要搞呢 网络安全法啊 啊 就是说你在网上里面搞起底啊 或者做任何 危害国家安全的东西 都要动起来的了 啊 高登连登这些 焦登这些都要劏的了 估计来说 那问题就是 大陆要想等香港立完二十三条 才动台湾 呃 其实现在呢 呃 形势上来说呢 以色列呢 是被慢慢放血 这个我之前说了 那俄罗斯呢 也是慢慢打的 啊 越打越精神 那这样东西 我估计下半年呢 这两场仗都没完 那当然啦 我在大陆来说 喂 等你美国 消耗多大半年先 我舒舒服服啊 是不是啊 我年尾打你台湾 收你台湾 我理你 根本你 我理你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全部都搞台独的 我就预了你年尾去收你 就收你咯 但是如果大陆预了年尾收的话呢 我觉得呢 朝鲜呢 是应该会配合大陆 因为呢 如果不是的话呢 大陆就会很尴尬 你去动手 那我可能 不想动 那就是不帮你咯 不帮你的话呢 北韩会觉得 我自己对你南韩呢 我觉得不着数 那其实呢 北韩自己对南韩 在现在这个境地都有机会赢的 但是其实我是北韩 为什么我 不会等你大陆 动手打台湾 我才一起打南韩呢 那就是说呢 香港立完二十三条 可能呢 台湾和南韩一起动手 那我 我 你美国 突然间多了两个锅 要爆了 要盖盖 你又没有盖盖了 那你真是省眼啊 我们说的四个锅一个盖 现在你两个锅都顾不住啊 是不是啊 突然间出南韩台湾 如果一起弹出来的 我们北韩 我们北朝鲜可能很舒服的方法 就已经收到南韩 但是如果他 在大陆打台湾之前 金正恩就已经动手的话呢 金正恩会打得辛苦很多 虽然可能有俄罗斯帮手 就是我预计呢 金正恩是 取易不取难 就是我预计就是这样 所以呢 立完二十三条 很多东西看 看一下下半年怎么发展 那爱泊斯坦那里呢 我没有时间讲啊 但是呢 爱泊斯坦那里呢 现在有个消息了 那就是呢 爱泊斯坦呢 他生前呢 2019年就被人整死了 爱泊斯坦呢 原来呢 他也找了很多富豪过去找他 其中一个就是特朗普的 特朗普也带着老婆啦 老婆那时候年轻点 特朗普也年轻点啦 90年代 这个应该是 00年代 90-00年代的照片啦 那里面呢 即是现在呢 就是说特朗普去了七次 跟着克伦顿去了百多次 那但是呢 现在呢 就因为呢 爱泊斯坦案呢 阿特朗普是去了 但是呢 里面去作证的那些妓女呢 当时是未够十八的这些女士呢 他们是没有人提过阿特朗普 帮衬过他 即是呢 现在说到阿特朗普呢 就去过岛 教制应酬而已 就没有参与这些性活动 所以呢 不关阿特朗普的事 即是呢 现在的阿特朗普的 那些佣等就 哇 阿特朗普真是姓杰啊 毁人啊 哇 十分之好 那现在呢 对共和党呢 是十分之有利的 跟着这个名单呢 彈出来呢 很好看啦 那些名单 譬如说很多些 哥尔也有份啦 L哥嘛 哥尔啦 那些明星呢 艾力宝云啊 这些是明星啦 Angelina Jolie呢 女人又去啦 女人去就不是去嫖妓的 可能去一下派对而已 是吧 奥巴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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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婆后面有写的 Beyonce呢 Bernice Sanders 即是桑德斯 桑德斯 桑德斯就是 左翼姓仁啊 那他那里做什么呢 不知道 有份挑 最搞笑的就是霍金嘛 霍金也有份去嘛 但是霍金 去找这些未成年少女 那他坐了轮椅的喔 但是可能 没有的 男人 即是怎样说 升不到旗 见到裸女 都可能开心的 是吧 即是呢 你见到Bull Willis 即是那些 是 荷里活的明星 Bill Gates Bill Gates 又是很 很反特朗普的一些富豪啦 接着 Sally Dion 那样 即是 荷里活明星 就真的很多啦 Cindy Lawver Katy Perry 那 Joe Biden 也有去 那 这件事呢 因为太多 荷里活明星在里面 Teletino Quinton Carritino 这个名导演 Rehan Robert Digley Ironman Robert Donny JR 这个就是Ironman的那个 越数 越死 越死 而且呢 现在 杀到的人呢 大部分 大部分 是民主党 或者是亲民主党的人 即是呢 他们那些妓女爆的呢 主要是民主党那边 如果这样说呢 看来呢 这个名单 爱佩斯坦这个名单 2020年就被人盖住了 在选举里面就没有发烤到 总之爱佩斯坦死了 隔了几年之后 刮出来 里面有收息 而且这个收息呢 对特朗普有利 总之特朗普就没有去嫖 就好像去 Lady Gaga Lady Gaga 去做什么呢 我想去Joy Party 没有嫖妓吧 她是女人嫖什么嫖妓呢 那 喏 现在这样理解来说呢 拜登 我不知道他 有没有粉嫖啊 但拜登呢 其实都经常咸豬秀 民众的啦 如果有BB女啊 有女孩啊 他是不是都 都 别人和他 聊两句话 他就 索油的啦 拜登 老淫虫 但现在你这样搞呢 这个爱佩斯坦 摆明是打民主党 如果这样看呢 这个名单呢 就代表了DEEP STAY 就用这个名单 讨好特朗普的了 特朗普呢 我们都很相信的啦 特朗普呢 他那个初选呢 比某些的 有两个 苗州和科罗拉多州 就说他不合资格啦 说他参与叛乱啦 看来呢 最高法院都应该会放生阿特朗普 就是阿特朗普呢 应该就很顺利参与初选 阿特朗普呢 基本上呢 都差不多是督定呢 就会赢呢 美国选举的啦 今年 那如果阿拜登呢 keep住参选的话呢 阿拜登呢 就会成为呢 1976年的 福特的翻版 即福特呢 买了一只锅 就是美国呢 在越南出了丑 有个叫做呢 西贡时刻啊 是吧 美国呢 离开越南的时候 好丑样的 那福特呢 在一个 丧权欲割之下呢 还去参选 那就输啦 是吧 现在拜登呢 摆明就在呢 我想呢 在以色列呢 肯定是很大祸之余呢 在呢 这个的乌克兰呢 应该就输到一波一波 所以呢 阿拜登将会成为另一个福特 那如果美国呢 就不理拜登 拜登不肯减息 反而是加息 或者是一直都不减息的话呢 那拜登呢 也都会成为1980年 这个卡达的翻版 那拜登呢 今次参选真是伟大啦 做炮灰 还要输给特朗普呢 那就看看我说的 做不做啦 就这么多先